中天官网中华2010金手指网络奖网站综合服务金奖 中天新闻娱乐在此全面展现 全球社群失禁在此无限延伸 创新媒体互动创意最赞最推的网络影音频 好回到政坛看看选举这个拜票扫街游行 会有什么样的效应了 总统大选的最后一个黄金礼拜天 那么明天国民党要举行赞出来大游行 马总统上任以来第一次的上街游行 让国安单位神经紧绷 特勤人员提高戒备 就怕选前发生什么突发事件 马总统搭防弹扫街车拜票 维安紧绷 周日马总统就要走上街头 在台北市游行造势 这是马英九上任以来首次游行 行进路线成为最高警戒区 人杀的路上高楼林立总统游行队伍 明天就会经过这里 而文案人员已经针对了各个高楼大厦 进行了危险热区的修正控管 就是担心游行队伍遭到制高点狙击 周日蓝军造势 马总统将从台北市政府广场 经中校东路四段转仁爱路 抵达凯道 短短五公里 高楼林立数目太多 官单位列为突发状况最多区域 官单位和警方已经沿接 拜访大楼管委会 勘察可能从高处攻击的热区 届时将在高楼派员 紧助手防止攻击 还锁定了一千多名危险分子 官局长蔡德胜说 特型人员随时携带长枪 必要时会亮枪 嚇阻有心人士 在仁爱路办游行 这不会是第一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而且很多的不同的单位 都举办过相关的类似的游行 所以我们会按照原本 既定的实陈 既定的规划路线 相信这整个为台湾站出来 大游行一定会很圆满顺利的进行 马英九游行在即 特型人员提高警戒 反至大楼制高点攻击 就怕选前发生突发事件 中期黄明君和赵伟台北采访报道